根据症状选择过敏的药膏去处理它 如果说它的皮疹不是在头面部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激素类的药膏去缓解它的过敏炎症的症状 如果在头面部的话我们还是尽量要选择谨慎一些 尽量避免使用激素类的尤其是强效激素的药物 因为它这个强效激素在头面部的话 它对皮肤的这种影响或者负重相对会比较大 我们尽量避免使用 也是根据它的皮肤的症状来选择 主要就是根据它的症状 首先去选择比较合适的剂型 比如说这种潮湿的这种皮疹 我们一定要保持这种干燥 就是我们用药物去让它去干燥 避免这种洗呀擦呀过度的去清洗它 然后去加重病症 对这种比较这种结痂的或者是皮疹比较肥厚的 我们就会选择一些软膏 甚至就是一些油膏 去做一些这个外用的药物处理 甚至可以做一些风包治疗来改善它的皮疹症状 而且呢在不同的部位要注意这个药物的选择 避免一些刺激 比如说这个在一些皱褶的部位 它因为皮肤的肩擦皱褶部位 它都是比较嫩的 所以有些外用的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